新中国成立后 小学课本中就有了红军长征中飞夺卢定桥的课文 成为了几代人都耳熟能详的故事 但是多年来 很多人都不知道参战战士的名字 当年飞夺卢定桥的22位勇士战斗后 被人们记下名字的寥寥无几 直到几十年后 这个谜底才被揭开 易荣珍多年后曾回忆说 毛泽东同志特别向我们指出 夺取卢定桥是一个战略性措施 只有夺取卢定桥 我们才能避免石打开的命运 首先 为什么非要夺取卢定桥 要从当年特殊的战略背景开始说起 从1927年青年毛泽东带领队伍上的井冈山后 蒋介石就多次集中兵力 对井冈山发起进攻 企图把红军力量全部消灭 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四次反围剿 在毛主席高超的军事战略指挥下 红军一次次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 但随后 博古的上台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甚至导致红军在湘江战役中伤亡巨大 整个部队从八万人对减到了三万人 随后在全军的强烈抗议下 毛主席被推到了最高领袖的位置上 红军的命运才开始扭转 没有想到尊义会议刚刚召开后 没几个月 蒋介石如同狗急跳墙 得知毛泽东成了红军领袖后 更是疯狂对红军进行追杀 1935年5月20日 中阁军委命令一方面 均快速渡过大渡河 红军在安顺场渡过大渡河后 发现这里只有几只小船 每个船上每次只能坐十几个人 但是现在有几万红军 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间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 毛主席认为 想要过河只有一条路可选 那就是大渡河上的卢定桥 当时中央把这个艰巨的任务 交给了杨成武 也就是红四团 一开始给他的命令 是在三天内夺取卢定桥 但是安顺场到卢定桥 一共有320里地 也就是说 红四军必须每天 急行军80里地 但是刚走了一天 中央急电杨成武 明天就必须拿下的卢定桥 不然红军危在旦夕 尽管这不太可能 但是杨成武还是一天不吃不喝 坚持完成了任务 终于在5月29日凌晨 到达了卢定桥 再看卢定桥当时的状况 整个桥长101.67米 宽3米 东桥头台枯水位高14.7米 桥上有13根铁锁 上面铺有木板 杨成武赶到的时候 敌人已经开始拆木板 整个桥上木板被拆去了一大半 红军要想过去 只能强攻 当时红军队伍差不多有3万多人 蒋介石还说 红军也必然会葬送在这里 显然 蒋介石也认为 红军想要渡过一个铁锁桥 是无稽之谈 但是他没有想到 红军多么的英勇 先向中国军委发电报 报告我们已经到达了卢定桥头 同志们 你们有没有信心 冲过去的 我嘉奖你 死了的 我杨成武年年给你收纸 给你娘 当孝子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最早把红军飞夺卢定桥的试迹报告给了全世界 在《西行漫迹》一书中 他描述了当年的故事 大概有20多名勇士用双手拉着铁锁 扶扶前进 把手榴弹一个个丢进了敌人的机枪阵地 斯诺在延安曾采访了很多参与飞夺卢定桥的老战士亲历者 可信度和权威性还是很高的 他所提到的20多勇士实际上指的就是飞夺卢定桥的22勇士 这些勇士随着革命战争的继续 很多人的名字已经不被人熟知 其中刘金山便是22勇士之一 刘金山小名刘牙子 1908年出生于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田村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从1930年就开始参加红军 当时长官问他 为什么要参加红军 他说 我是个孤儿 是红军让我翻身做人的 我生死都要和红军在一起 1935年5月 飞夺卢定桥前 红四团赶到卢定桥时 敌人已经把木板拆走了很多 甚至只剩下了13根光溜溜的铁锁 为了完成任务 红四团决定组建赶死队冲过去 当时共有21个勇士报名 刘金山赶到卢定桥后 毛遂自荐 他马上请示让自己参加赶死队 随后 组织上答应了他的请求 批准他加入赶死队 组成了22人小队 随着团长的一声令下 上桥 掩护 战斗激烈地打响 22个勇士冲上去 爬在了铁锁上 战士们用手拉着铁锁 慢慢向前 铁锁上的道四枣 已经让战士们双手血肉模糊 但是战士们依然没有退缩 而是继续向前 随着后面红军战士的机枪掩护 对面的敌人看到红军如此英勇 马上招架不住了 开始仍然烧平 把桥对面极有的几块木板点燃了 随着火越烧越大 刘金山和廖大珠等人见识不妙 决定马上冲过去 千军一发之际 刘金山从腰间取出长刀 冲啊 同志们 随着几声呐喊 身后的战士们都站起了起来 凭着几个仅有的木板 穿过火海 冲过了桥面 扑到了敌人的阵地里 杨成武看到战士们如此英勇 马上让后面的战士扑木板 几分钟后 战士们一拥而过 那几个勇士早已经和对面的敌人打成一片 混乱不已 任务终于完成了 红四团夺取了卢定桥 完成了毛主席下达的非凡任务 这些勇士还获得了中央的奖赏 每个人一个列宁符 一支钢笔 一个日记本 还有一个唐词碑 这是那个年代最高的奖励 飞夺卢定桥的胜利 对新中国来说 是意义重大的 新中国十大开古元帅 其中就有七位元帅长征时 经过了卢定桥 红军夺取了卢定桥 那么桥对面的敌人是谁呢 为什么没有直接炸断铁锁呢 根据1979年6月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集记载 当时驻守在桥对面的是国民党第24军 军长是刘文辉 得到红军要夺取卢定桥的消息后 刘文辉火速让38团团长李全山率领队伍 为一线右翼 兵力重点摆在卢定桥 第38团团长李全山来到卢定桥后 马上让人一边拆除桥面的木板 一边开始建筑攻势 当时天色已晚 李全山等人赶路疲惫不堪 便草草了事 没有想到木板还没有拆完 红军已经到了对岸 天还没有亮 李全山根本没有时间完全拆完木板 因为当时木板是用铁钉牢牢固定在铁锁上的 在敌人的那端 仍有少许的木板 红军这边望过去基本上都是铁锁 可以想象如果敌人全部拆完 不仅红军过桥的难度很大 而且敌人受桥也很容易 据文章中描述 当时红军和第38团在卢定桥击站 李全山伤亡50多人 他们见识不妙 才开始用火攻 因为李全山根本没有想到红军可以冲过来 文中记载 李全山看到招架不住 向上级球员 不料当时袁国瑞也在大渡河和红军战斗 接到李全山的电话后 说了一句我们这里也很紧张 便放了电话 由此可见 22个勇士的撞局把李全山给吓坏了 但是现在球员已然来不及 只能用最后的火攻拖延时间 不料红军勇士穿过火海 用生命夺取了卢定桥 史莫特莱在书中也证实 当时的川军拆了部分桥板 没有全部拆除 卢定桥是两岸唯一通道 如果没有特别紧张的军情 谁会愿意拆掉中国的这座历史名桥呢 地地道道的四川人刘文辉 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道理 而且一直在国民党中卖命 刘文辉知道这样做得不偿失 而且这个人是有爱国主义情怀的 他向来反对内战 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 刘文辉绝不会铤而走险 当然 根本原因是刘文辉 对红军的作战能力不看好 他自认为 红军不可能越过只有钢索的卢定桥 除非是飞过来 不料 22个勇士靠着顽强的斗志真的飞了过来 这一仗 不仅震惊了国民党 更让国内外感到震惊 除了埃德加斯诺的报道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事中也有技术 在红军到达前 敌人已将铁锁桥上的木板拆除 只剩13根铁链横在大堵盒上 勇士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 攀登着悬空的铁锁链 向对岸冲去 而22勇士之一的刘金山 备受与飞夺卢定桥战斗英雄称号 荣获二级八一勋章 和刘金山一样 这22个勇士的名字 很少有人知道 刘金山等飞夺卢定桥的战士 日后更是淡薄名利 有幸活下来的最后 都为新中国做了巨大的贡献 刘金山在1955年授贤时 主动要求将贤 甚至给毛主席写信 说自己这点功劳不算什么 最后他被授予大孝军衔 其他战士都成为了无名英雄 但是很多人还不知道 刘金山是飞夺卢定桥的老红军 直到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面世后 这22个勇士的光荣事迹才浮出水面 后面有人让刘金山写写回忆录 或者说写个传记 他婉言谢绝说 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要写就写写我牺牲的战友 刘金山的回答多么的朴实真诚 他的回答向党地交了满意的答卷 他是毛主席的忠诚战士 更是党的忠诚战士 在生活上 刘金山更是艰苦朴素 他每次出门都不坐专车 要求子女更是不允许坐公价的车 不要拿公价的东西 在孩子上学过程中 刘金山不允许孩子们对外说 自己是干部家庭 也从来不会给孩子任何特殊 大家都称呼刘金山是 军长家里的农民工 1999年9月 刘金山在苏州病逝 享年91岁 如今 当年那22个勇士可以查到 档案的遥遥无几 他们都是无名英雄 一如刘金山的孩子们说 父亲没有留下任何的物质财富 但是他留给子女的是 永远的精神财富 永远值得后代学习 作词